美軍最近在印太地區舉行2022勇敢之盾演習 有多個海空部隊參加 這次演習有警告中共議會 在演習中 美軍對MQ-94真無人機 進行了包括殺傷鏈提速行動的一系列新測試 已在太平洋地區備戰中共 一項民意調查發現 近五成澳洲人認為 中共或將對澳洲發動軍事攻擊 而超過五成的澳洲人相信 中共一旦攻擊澳洲 也會將出動軍隊協防澳洲 菲律賓迎接新學年 外媒報導 隨著中共肺炎疫情降溫及防疫措施松綁 菲律賓數百萬名中小學生在可危兩年多後 終於在22日重新回到學校上課 菲律賓是全世界最晚重啟完整實體授課的國家之一 引發各界警告 近期歐洲面臨諸多危機 除了俄乌戰爭外 亦有能源與旱災問題尚待解決 根據德國媒體周日跨報 於21日所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 僅有25%的德國人認為 德國社會民主黨做得好 有高達62%的德國人 不滿意現任總理肖茲 批評者認為他缺乏足夠的領導者風範 新唐雅開電視整理報導 可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